只要提到减肥,99%的外号,一定会说明天跑步去,明天骑自行车去,好像跑步骑车,这些有氧,已经成为了减肥的传有名车一般,诚然,我也承认,有氧训练是的确可以直接度有和分解脂肪的,力量训练的确嘛训练过程中,消耗脂肪比较少,但是,这就真的让有氧成为减肥的第一选项吗? 其实并非如此,下面让我来说下真实情况,我们减肥的目的一通跑出翘腿,跑出迷人的倒三角体型,跑出性感的胸,开玩笑吧 做力量运动的第一个好处,就是可以改变你的体型,力量训练可以让你缺陷部位得到改善,比如你扁平屁股,可以通过力量训练改变,练出勾扬魂拖的小腿,如果你踏肩膀,可以通过力量训练拥有漂亮的三角肌,让你穿什么衣服都能撑得起来 如果纯粹的有氧减肥,即使你可以瘦下来,只不过是大胖子比小胖子,不是不笑百负的事情罢了 请记住,没有力量训练改变体型架构,任何有氧都是没有意义的 二,有氧运动简单会首先消耗肌肉,然后才吃脂肪 你减了一公斤体重,里面很可能就脊肌肉量减少 以为着你的带性水平降低,意味着你每天的总消耗降低 也就是你变为一胖体质,哪怕你吃的和之前一样多 你也会发胖,你只能通过减少食物摄入,直到完全崩溃全面反弹 就这么简单,而力量训练虽然会让你短暂体重增加 但是肠的肌肉会大幅度提高你的新陈代谢 你会发现只要肌肉含量高了,即使运动少了,体重也会往下掉 原因很简单,就是人家肌肉含量高,新陈代谢远远高于你 长期有氧,不留神就长体重 长期力量,不小心就掉体重 而目前实验证明,长期的力量训练会让血清内瘦素和脂联素增加 脂联素和瘦素很像,都是对减肩很有注意的激素 脂联素可以促进肌肉对脂肪刷的利用 也就是说,长期的抗肤训练,实际上是让机体处于更少脂肪储备的节奏 说到这里,大家应该都很明白了吧 该怎么去做? 在这里,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那就是每天40分钟力量训练后,再做有氧 千万别一进健身房,就上跑步机飞奔一小时 然后再开始力量,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再说一次,先力量再有氧,先力量再有氧,先力量再有氧 下期我们讲的是如何合理安排饮食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